会员821年 唐木宗里横继位 吐蕃派出使者来到长安庆贺 并请会蒙 两年后在吐蕃都城罗萨大昭寺前 竖起了一块碑吻 回顾了200年来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碑吻中吐蕃称唐朝为舅舅 称自己为外甥 那么唐蕃是怎样成为 舅舅和外甥的关系的呢 这一切还得追溯到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人公 文成公主 在上一集里 我们讲到松赞干部继位后 迅速平定了国内的反对势力 彻查堵死他父亲的凶手 并满门抄斩 对待周边叛乱部落 冻之以情 晓之以理 让他们重新归附 同时松赞干部跨过喜马拉雅山 把尼普罗纳为藩属国 完成这一切后 松赞干部的目光 投向了东方的大国 唐朝 正观8年 公元634年 松赞干部派人到长安 请求和亲 这套书《土部传》记载此事说 松赞干部姓肖武 多英略 其邻国杨童及朱枪并兵扶制 开东且行人冯德侠 往府位置 可见唐朝的情报是很灵通的 松赞干部少年英才的事迹 远在千里外的唐太宗也听说了 唐太宗认为 需要和土拨建立一下外交关系 所以派冯德侠到土拨 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 松赞干部见到冯德侠后 派使者和冯德侠返回船 请求和突决土一魂一样 娶一个大唐的公主 但是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同意 在拒绝土拨求婚后 唐太宗迅速开启了 正逃土一魂的行动 正观9年 公元635年 李靖、李道宗、侯军级等人 一举灭亡土一魂浮允政权 唐太宗扶植浮允的儿子 慕容顺为土一魂的老大 但慕容顺无法服众 遂被杀 在侯军级的强力干预下 土一魂的动乱得到平定 诺和波被立为可汗 土一魂的动乱 松赞干部看在眼里 缠在心里 何况古地对土拨太重要了 地形上土拨西面和南面 是喜马拉雅山 东面是横断山面 要想发展只有向北 拿下土一魂这块地 再向西域、隆右、观众扩张 可是光有野心也不行 没有实力 那么野心不过是幻想 那么松赞干部时期的土拨 有没有对外扩张的实力呢 答案是有 松赞干部对土拨的一大贡献 便在于 他奠定了土拨军式帝国的体制 即所谓的五如61东代 如是土拨一级行动区画 地位和今天的省类似 东代则是如的下一级 不过如和省仅仅是类似 而不是完全一样 今天的省只负责民政 不负责军事 军队上的话分是五大战区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 而土拨的如则既是行政区画 又是军事战区 如的长官叫如本 如本既是本如的军事统帅 又是行政长官 看到这儿有的小伙伴或许要说了 这不就是一种部落定制吗 确实,我们今天通常会用 奴隶之下的军事部落联盟 来概括土拨的军事体制 在土拨没有辅兵制 也没有募兵制 也没有征兵制 土拨军事部落是全民皆兵制 战争来临 部落里的成年男性 都自动转化为本如的士兵 也因此土拨发动的战争 动辄是十万二十万的兵力 从土拨军事体制分析 这个数字并非夸张 在得知求婚被拒绝后 孙大干部发动了攻击土一魂的军事行动 他与杨童会施 把土一魂人赶到了青海湖的北面 掳获大批牲畜 而后孙大干部领兵二十万 向东攻击松者 即今天四川省松攀县 他放出话去 说大唐要是不嫁公主 那我就打到唐朝附地去 在一些历史故事影视剧中 文成公主的下架 似乎就是因为孙大干部陈冰松州 狂台宗被吓坏了 赶紧嫁人 以求和平 事实真的如此吗 很显然是有人在恶意的篡改史实 这种行为和后来的 李世民在高国里被射下一只眼一样 属于极度拙劣的谣言 松州之战的过程史书里记载得很清楚 新唐书《吐蕃传》说 都督含威 清除穿贼 反为所败 主枪大扰 皆叛一定贼 刚开始 吐蕃确实取得了胜利 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看到吐蕃的强盛 也跟着反叛起来 这唐太宗能人 他马上做出反击 以立不上书侯军级 为当明道行军大总管 幼领军大将军 直施司力 为白兰道行军总管 左卫将军 刘敬达 为阔水道行军总管 幼领军将军 刘兰 为陶河道行军总管 带着五万步骑 增援松州 苏三干部一看 嗯 才来五万人 二十万对五万 又四在魔 然后反手就为唐军教育了 唐军的先锋 趁着夜色偷袭 吐蕃的迎战 斩首千语 且吐蕃内部也不稳定 新唐书《吐蕃传》说 所以松州之战怎么看都是唐朝胜利 吐蕃战败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 吐蕃在松州之战中 展现出了一个军事帝国的实力 虽然打不过大唐 但是奏奏周边小部落还是出手有余的 那么松州之战后 唐太宗就面临一个选择了 是和吐蕃继续对立 还是选择和解呢 对立的话 吐蕃是前车之剑 他随时可以来打你 你却要花大力气去灭亡他 而且吐蕃这块地儿吧 太冷 天寒地中 赚不了庄稼 唐朝想要灭亡吐蕃 需要的成本太高 而获得的收益呢 又太少 所以太宗选择了另一个路线 和解 吐蕃不是要娶公主吗 好 我答应下来 娶了公主 你就给我安分点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从松州之战 太宗答应和亲后 吐蕃就安分了很多 没有再给大唐找事 太宗灭高窗的时候 回魂在南面 也没有趁我打劫 打一打吐一魂 可见太宗的战略判断 是正确的 然后来说文成公主 关于文成公主的身世 历来是众说纷纭 作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文成公主的父亲 是江夏王李道宗 这个说法的来源 是旧堂书的记载 里面说 孙敬干部 见到李道宗的时候 行了子序礼 但李道宗此行 代表的是唐太宗 所以孙敬干部 行的子序礼 有没有可能是 行给唐太宗的呢 所以用子序礼来说 李道宗是文成公主的父亲 并没有道理 那么文成公主 是唐太宗的女儿吗 这个倒是可以确定 不是 新唐书里记载了 所有太宗的儿子女儿 里面没有提到文成公主 所以文成公主 并非太宗的亲女儿 这也符合 中原王朝的核心惯例 把宗室之女 都爱宣称是皇帝的公主 嫁给一族 正关十五年 若元六百四十一年 吐蕃使者陆东赞 来到长安 迎接文成公主 唐太宗非常喜欢陆东赞 拜他为幼位大将女 并许诺 嫁给他狼牙长公主的外孙女 陆东赞连连拒绝 他说 陈在吐蕃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不好再娶 唐太宗接见陆东赞的画面 被画师严厉本记录下来 这便是今天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 国家艺维文物 不点图 画面左侧站立的这位 便是陆东赞 在《藏文史书贤者喜宴》里 迎娶文成公主 被描绘成了 唐太宗和陆东赞 斗着都有的故事 贤者喜宴说 当时有天竺 波斯等国使者 到长安来求娶公主 唐太宗为公平起见 决定出几个题目 考一考诸位使者 谁最聪明 谁就能取走文成公主 这些题目都是比较搞怪的 比如用丝绸穿过 夜明珠的小孔 辨认母马和马居 母鸡和小鸡的亲子关系 再比如在七黑的夜晚里 找到自己在使馆里的住处 又或者识别出 混在一堆宫女中的文成公主 或类似于后来的 唐伯湖点秋香的环节 对于这些考验 陆东赞全部通过 顺利的把文成公主取得回来 文成公主入葬的路线 便是今天的唐伯古道 唐伯古道的东段和丝绸之路是一致的 西段过了日月山 就进入吐伯的势力范围 公元670年大飞川之败后 吐伯占领原土一魂的疆界 唐玄宗开月19年 公元731年 吐伯请求以赤领为戒 两年后 赤领立起了一块戒碑 上次其80年代 跨温年发现了这块 春风千年的唐伯戒碑 为了迎接文成公主 孙大干部从罗萨出发 来到白海 几七天的厄陵虎 这里也因此留下了一块迎亲滩 实在 孙大干部看到唐朝的迎亲队伍时 震惊于中原的文化 对比自己 那还处在原始阶段的制度服饰 羞愧难堪 在接下来日子里 孙大干部派出了很多人到长安留学 认真学习 师叔礼乐 典章制度 用以建设吐伯 文成公主给吐伯带来了 先进的中原文明 也因此受到藏地人民的尊崇 藏传佛教盛行后 文成公主更是被描绘成 受了观音菩萨的感化 而诞生的圣灵 有关文成公主的传说 也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富有宗教和玄幻色彩 而在唐伯古道上 也留下了文成公主的许多传说 文成公主出嫁后 唐伯关系进入灭眼期 唐太宗远征辽东反围后 孙岚干部还给唐太宗送了个金贺 文成策出访西域 遇到些小麻烦 也是孙岚干部出兵帮他搞定 公元649年 唐太宗去世 理智继位是为唐高总 孙岚干部上表 给高宗表忠心 他说 我吐伯是大唐最忠诚的小弟 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 但大唐这个炖亚大哥不是白当的 孙岚干部随后提出要引进残种 引进酿酒技术 造纸技术 造墨技术等等 唐高宗全部答应下来 于是这些技术都传入了吐蕃 促进了吐蕃的发展 补写了民族交流的美丽篇章 好的 这次我们将文成公主入葬的相关事宜讲完了 下一集我们将目光投向西域 聊一聊唐太宗征服西域的行动 请期待正观之志第十三集 唐灭高昌